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企制改革方案,规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第八个最强烈关注,随后,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关于企业价成本的问题上,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借务税收减免,而9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适当价低社保费率等问题,社保归税,为何引发高度关注,调整经收机构,如何确保企业负担不增加,9月7日晚, 央视财经评论,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院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以及央视财经评论员刘格作客演播室,深入解析,是保归税焦虑从何而来? 白景明,个人焦虑集中在担心个人负担,上升,中国财政科学院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对个人来说,即便有所增加,钱最终还是自己的,比如养老保险,按现行规定个人比例是8%,企业是20%,这是进入个人账户,退休之后钱都给个人, 比说医疗保险,平时也可应急,如果有病,这个钱就用上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另外,随着工资收入水平上涨,事报缴费也必然会随着增长,要长期的看,动态的看 刘哥,企业的焦虑来自对缴费数额大增的担心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很多年轻人从外地到一线城市来工作,有的对于今后事部,是要在这个城市一直生活下去,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如果足额交,虽然企业那一部分也会增加,但是他可能会觉得钱拿到手更好 但相比个人,我觉得更多的焦虑还是来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为原来可能是按最低标准给员工上涉保,甚至是没给人上过 那就会担心今后缴费会一向增加许多,甚至会不会被追溯以前线的部分 社保归税变的到底是什么?白景明,社保缴费征管归半性,即是现在增加中国财政科学院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 这一次改革并不直接涉及个人负担和企业负担的调整,只是把缴费征收集构统一调整为税务部门,调整后 第一,定收更权威,第二,税务部门信息最全,个人收入到底有多少,税务部门最掌握,更能实现及时足额征收 不过企业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企业可能原来露了面比较大一些,相应的负担就会上升,有的原来就比较规范,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负担 刘哥,税务部门征收兼增强设报缴费的真实性,规范化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税务部门对企业的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充分,势必会增强定收的真实性 而对企业来说,以后打交道收费也好,税也好,都只跟着一个机构打交道 从企业运行的成本角度来讲,也会降低 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发展的方向 但是目前来讲很多中小企业压力的确非常大 所以给他们,是一个定心丸,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不增负如何实现 白景明,是当降低企业缴费率平衡企业负担 中国财政科学院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 一要看替代率,比如说养老金的缴费率要降低 所谓替代率就是退休养老金,相当于在职工资水平的比例 这个决定缴费率 第二,如果进一步降低缴费率 要研究降到什么水平,和现在企业负担水平能够一致 因为基本原则是保持相对不便,负担不增加 第三,进一步降低缴费率 要看能不能保持以后的平衡 这也需要大量的测算 刘哥,盛宝可以考虑不同类型的自主选择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很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有一些大型民营企业 可能以前就在使用这样的费率,已经习惯了 但很多中小企业,因为很长时间里他们的经营,比较依赖基数从少的缴费方式 所以给他一项增加太多的话压力比较大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给不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当然这个类型是清晰明确的 而且是劳动者自己也认可 入职就知道的 赋予企业和劳动者自行选择的权利 白景明,规范与降倍率并指兼谷多方第一 中国财政科学院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 这一次改革,核心是规范 并不是要提高负担 而且在平衡负担的基础上 一定程度上会减轻负担 这就要靠降费率 如实,规范,及时征收 费率降到一定水平 完全可以做到不增加企业负担 同时也会不增加个人负担 现在大家都关心小企业 实际上小企业一直是一个重点 税收及涉保缴费方面 一直在给特殊政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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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